网页它有个缺点 你按右键 直接在这个发布之后的网页 直接按右键 在空白就按右键 它一般会有个检视原始码 那所谓的原始码 其实是背后的那个 什么HTML 那个就是程式码 那个程式码当然我是建议 如果你如果对程式码 HTML不熟 尽量 当然你不一定要全部都彻底了解 但至少你要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一个网页是怎么构成的 它背后哪一些标签 代表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一个HTML 它一定是小于 HTML大于一个标签开头 一个标签结束会多一个斜线 然后头跟尾一定是一对的 那还有如果你要抓表格 一定是Table 那另外什么叫列 什么叫储存格 它会有固定的标签 所以你可以按右键 检视原始码 这个地方就会显示出 它背后的原始码 就这么一串 这么一串 不过你会发现 你光看到这个头都晕了 对不对 因为里面可能 虽然好像感觉 有些东西你看得懂 但是大部分是 你看不懂的东西 那实际上 浏览器的角色 就是帮你把这个东西 帮你解译成 你看得懂的这个东西 OK 所以浏览器的角色 就在做这些转转转转转的动作 那只是说呢 里面有很多东西 其实是不需要的 但是我们如果发布成网页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这些东西 所以如果说你要一个 让它速度快一点 抓的速度比较快的话 我是建议 你可以用发布的时候呢 我们刚刚发布到网络呢 除了用那个网页之外 另外好像还有产生其他的格色 你会发现 其实我最早的好几年 大概几年前 去前年用的时候 是只有网页 这个像CSV 是最近 大概去年 好像才看到 那我发现 如果CSV就太棒了 为什么 因为以前我们只能发布网页 但是一般我们会需要 开放资料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会给使用者端 他去读取 读取的话 还会牵涉到 如果资料量大的时候 如果你用网页 就会非常非常的慢 主要原因 我刚刚讲过 因为不需要的东西太多了 你需要的东西 其他 那怎么办 你就一个CSV就好 那这个CSV 跟网页有什么差别 我不知道各位对CSV熟不熟 其实如果不熟 你等一下下载给你看就知道 你就知道 其实没有很复杂 那CSV这个格式 在一方开放资料用的非常多 就是你资料库直接就 如果你要把资料库里面 资料抓出来 很多就是发布一个CSV给你 那CSV格式到底长什么样子 我们首先 我们试试看 第一个 我们再把刚刚的那个东西 重新再发布一次 那只是改成什么 改成CSV 然后呢 也许你就停止发布 对不对 底下 这边最后 这个是隐藏功能 如果你要停止 是要点它一下 这个停止发布 才会出现 如果你没有点开来 它是没有这些功能 所以有些同学有发现 这云端好像 真的是非常非常陌生 好像感觉 重新来到一个新的天地 不过我是建议 这东西太好用了 我跟Google完全没关系 我也没有 不是说因为 我跟它有什么商业关系 所以我才特别帮它做广告 没有 只是因为真的是非常好用 OK好 那里面的话呢 就是你就可以重新发布的时候 把它改成CSV 按个发布 发布之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会产生一个 一样一个网址 不过其实你可以观察一下 到底跟刚刚的东西 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云端白板里面 我有帮各位做一个归纳 其实这个地方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发布的网址 刚刚如果你是发布成一个 网页的话 它后面一定结束一定是PUB HTML 如果你是发布成那个CSV的话 其实差别只有在后面的传递的那个引数不同而已 所以有的时候我发现即便没有发布 我打这个 它好像也可以Work OK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转成什么 转成原来的编辑的那个画面 那也可以用EDIT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 这个地方给各位参考一下 比如说刚刚我们发布成网页 但是你可能只记得这个网页的网址 在VBA里面有这个网址 可是你不知道你那个档案 你那个云端的档案在哪里的话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可以把它恢复 就是把后面这个PUB HTML 后面有这个东西 后面这一串不理它 反正最关键是这个字 你把这个字斜线后面的部分删掉 改成EDIT Enter一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会怎么样 帮你恢复到 这个编辑画面 所谓的编辑画面 就是跑到哪里呢 跑到Google四串表的那个档案里面了 OK 这个还蛮发 所以有的时候我忘记没关系 我只要把这个边 网址的地方 把这边有没有 特别最后 要看懂关键的地方 这个如果你懂以后可以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改成CSV的话 就是可以照我刚刚讲的 这边有没有 把这边PUB HTML 改成PUB问号 output等于CSV 把这个改一下 比如说这边PUB 然后问号 然后加output 等于CSV 那因为CSV它会是一个档案 它不会打开 它会让你下载 所以Enter一下 我看一下会不会OK Enter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会跳出一个 你要不要下载 好 那我要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到哪里了 我把它下载到桌面好了 那名称就是问题05的这个名称 这一串太长 我刚才改问题05.CSV好了 好 按储存 这个时候 很快的就下载了 在资料杂中显示一下 那这个时候 当然你直接点它两下 它会用Excel开 不过我是比较建议 你不要点两下 左键 建议你用右键 那如果你的电脑里面 有那个Nordepay PlusPlus 你就用这个开 如果没有的话 我建议你用记事本开 记事本的话 可以把这个档案打开 你就知道它的结构是什么了 按右键 记得 CSV你按右键 那开启的方式 请你用记事本 那这个时候 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结构 其实非常的单纯 也就是以前的 蓝跟蓝中间 是用什么来代替呢 逗点 而且是半型的 不是全型的 那每一行跟每一行的结束 会加上一个换行符号 不过在记事本里面看不到 所以我蛮建议 你可以装一个软体 如果你电脑里面没有这个Nordepay 其实就记事本再一个加加 你在Google里面打那个记事本加加 也会找到 这个软体非常的 非常的普遍 而且很好下载 另外它是免费的 那打开它之后的话 它跟Nordepay 跟记事本有什么差别呢 你可以到检视里面 找到特殊资源 特殊资源里面 你把它显示 显示所有的资源 为什么要显示所有资源呢 因为 等一下如果你要切割它的话 你就要知道它里面还躲着什么其他资源 如果你会这些东西的话 你就很容易去切割它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就不知道 有没有发现 它在结束符号 结束的地方 有没有 换行的地方是CR LF 这个CRLF是 那个我们键盘里面 就是那个 资源里面的控制码 那CR的话是13 是return LF是newline 新一行 那这个当然在ASCII code内码的那个部分就有讲到了 不过你不用钻牛角线 反正就是一个控制码 13跟10 那如果说将来你要找到换行 你就用搜寻的找换行 找换行 然后呢 它会一直每一行 每一行的结束 每一行的结束 都会有一个 直到哪里呢 直到最后 倒数第二行 可是你会发现 最后一行 最后一行有没有加呢 最后一行没有 所以怎么办 你找完之后 最后一行还是要切 所以等一下我会教各位 怎么样再把CSV档案 把它抓下来 速度会比刚刚 至少快10倍以上 OK 那这个就等一下 下载网路资料的方法二 会利用第二个东西 叫做 刚刚是Query Table 第二个是用的是 叫XMLHTTP的一个5件 使用的方法怎么做 我想第一个 请各位先产生CSV CSV等于是你是leader 你产生了 然后你跟你的 底下的member说 我有一个CSV在那里 你自己抓好了 可是你就要懂得去抓下来 OK 那怎么抓 等一下再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所以请各位 再利用那个刚刚的方法 发布一个CSV的档案 并且下载下来之后 你用那个记事本开 如果你电脑里面 按右键有那个 Nordepay++ 有没有 那你用Nordepay++ 记得要显示那个 CRF 是在检视里面的 那个特殊资源 所有资源这个里面 它才会显示 不然的话一般是不会显示 那有的时候 我们会透过这些方法 先知道说 我到底要针对原始资料 做什么样的处理 那我后面就会针对 我的原始资料 做程式的撰写 自然而然 我就可以把这些资料 怎么样 分割开来 再把它个别切出来 放在储存格 就完成下载动作 OK 所以管它放哪里 反正我随时 放上去很容易 抓下来也很容易 更新了 反正大家都更新了 所以你是leader 你就可以随时更新 而且这个方法非常棒一点 就是第一个 不用架伺服器 第二个 不需要资料库的伺服器 因为一般放资料 都会放资料库 像MySQL MSSQL 你可以直接用试算表 当资料库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可以下载CSV 这个功能又更棒 以前是没有的 现在有的话 那更好了 所以我只要有CSV 不管什么装置 反正都可以直接去抓这个CSV 而且速度非常快 当然我不是只有 在Excel里面这样用 在其他的网页 城市 或者是手机的APP 手机APP也可以 直接去抓那个CSV 放到手机里面 看到东西一模一样 所以你如果是leader的话 你干脆就是用CSV 给人家 所有资料 你只要更新 那个原始资料就好了 OK 所以 其实United 真的还蛮好用的 OK 试试看